你就像我这样,往绞肉机里加入一勺全黑麦面粉 两勺全黑麦面粉 三勺全黑麦面粉 再用同样的勺子,加入一勺纯牛奶 两勺纯牛奶 接下来,打入两颗新鲜的土鸡蛋 半包高火性酵母 接下来,我们打开绞肉机功能 把食材搅拌均匀 大家好,我是小吃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个面团含水量比较高 大家看,它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由于是全黑麦面粉,沙沙的比较粗糙 稍微整理平整 盖上保鲜膜,醒发质量未大 现在,我们的面团也已经醒发好了 里面全是密集的小气孔 直接用刮刀搅拌排气 然后准备一个电饭锅 把面团放入电饭锅胆中 手上沾点清水 整理平整 再上保鲜膜,二次醒发20分钟 大家看,这是醒发好的状态 变得烫糊糊的 直接放入电饭锅中 选择焖饭功能,焖上45分钟 大家看,我们的电饭锅版面包就做好了 效果非常不错 直接倒扣脱模 用电饭锅来做全黑麦面包 大家看,表皮特别柔软 我们切开,看一下效果 哇,真的是太成功了 大家看,比外面买的面包还要蓬松软软 关键是自己做 只需搅肉机搅一搅 点添加,无油无糖 孩子吃着也健康 一口下去浓浓的黑麦香 即可切片也可以撕着吃 搭配牛奶和鸡蛋 就是一顿营养丰盛的早餐 快试试吧 感谢观看